特區政府竟然要立國那法 逼香港人一定要愛國、尊重國家 不是就犯法 是不是要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同上帝呢? 冷靜點做牧師 只要讓兩秒鐘 烏頭主任下來收了我的聯署 我們馬上就走了 為什麼做牧師這麼硬頸? 這樣太無賴了 你們這樣太無賴了 我看到你們的邏輯是按照林國章的文章 他撤銷林國章的會友的身份 這個不需要讓他回答 你不要在這裡看 你不要整天對著 你不是正常的目的 我要再說你不是正常的目的 拒絕麻木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 主持 Howie Ernest Eric Ma Eric Kwok Winnie 大家好 又是《門徒公義》的時間 大家好 已經很久沒有開咪了 很久了 我是Howie 我是Ernest 我們多久沒有一起開咪了? 我也忘了 超過半個月了 至少 超過半個月了 這個星期也有很多事情發生 超級多 第一節先說 大家都想知道這件事 也是一個星期的熱話 就是魔鬼校長 說這件事之前 我要先理一下理身 為什麼要理身呢? 因為我有個直系親屬 就是現任的教協理事 我教協啊 真的要理身 大家不用猜是誰 不用猜 因為是重點 我都不會告訴大家 是誰 你身上就行了 還有要警告 因為接下來 會有非常多的噪口 不要緊 如果大家覺得 受不了 受不了的時候 奉勸大家 就不用聽這節 不過下一節 可能也是很多噪口 哈哈哈哈 今天想說 就是剛才Howie說的 東華三院的李東海小學 那個圖書館主任 林麗彤老師 發生了一宗跳樓的慘劇 這慘劇的源頭 就來自誰呢? 就是那個 魔鬼校長的羅苑儀 首先我要更新 整件事的最新進展 東華三院的主席 王延志 就決定成立了一個 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整件事件 而這個獨立的羅苑儀 厲害了 他在Mislem 墮樓之後 就馬上請病假 找都找不到他 而這個獨立委員會 應該開了第一次會 開了 開了 東華三於今次又多快 算是快 但是呢 而且呢 同時 同時呢 有個聯署要求 東華就解僱了個校長 但是呢 事實上呢 東華就沒有說 即時暫停和校長的職務 不過這樣 在慘劇發生之後的一個禮拜 出事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有班這樣的 陷家產校長 老師 教育有些人 這些傻人 就發起個聲 聯署 竟然呢 跑去聲門那個PK校長 是第二個聯署 跟你剛才提的第一個聯署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這個就是 這個 我看呢 純粹回應第一個聯署 就將呢 左右 就批評羅校長的聲音 就擾摩化 就企圖呢 幫他漂白 我真是生氣到呢 真的想 打爆我電話的螢幕 真是 等於我們一步歸一步 說先啦 逐點逐點說 不要緊要 我們首先呢 就要重組整個 墮樓的慘劇 背景是怎樣 先啦 林老師呢 就在 2月26號 至3月1號 期間呢 就請了五日的病假 不過呢 就在2月28號的時候呢 羅校長呢 突然間呢 要求 病得很重的 林老師呢 就 親自回學校 去處理一些 校務的事宜 那 當 林老師被召了 入校長室之後呢 就 羅校長即時罵他 病了做回來做什麼 博給我罵啊 之後呢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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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很差 博下你不用做這個位置嗎 那 甚至乎呢 要林老師呢 就要交悔過書 真的 玩文革啊 學生都 現在都不流行 寫悔過書啦 真的 是啊 他現在還要求 老師寫 寫完之後呢 誰知道 還不滿意 他是3月5號 就交回悔過書 不滿意 要求他重寫 真的 是不是極品呢 就是 劉蘭 有心瀏覽他 是啊 於是 林老師呢 就跟同事哭著說 這次校長要逼走我了 於是 他要早退回家 第二天呢 3月6號呢 就在校內呢 就 就 穿著紅色衣服 穿著紅色衣服 沒錯 這個情景就真的很恐怖 我想這個情景真的 特意回來學校跳樓 是啊 真是 這是一個很大的控訴 死控啊 是啊 我們呢 要明白一件事 羅宣賢真的是一條仆街 但我們今節呢 今節呢 真的不單單要數他 這個基督徒有幾個仆街 我們還要痛批 發起第二個聯署 那些所謂的那些什麼 沒有政治立場 只談教育的教育界僕人 真是 聽到都真是 生氣到火都來 無論如何 我們第一點 不如我們數一下 究竟羅校長 究竟在這間學校裡面 有什麼惡名操作的行為 好嗎 好啊 例如呢 有傳媒報道 他說什麼呢 就罵一些教職員 你還沒救班跟我說話啊 嘩 是啊 都不能罵完我 我就罵你們了 哈哈 還說 還說 我是英文碩士 一目科 碩士 去到哪裡都有人找我做校長 你們不要寫告密信 告我啊 哈哈 好像八號售後 都要回家 是啊 你們八號售後 都要回來學校開門 萬一死人受傷 保險是會包的 不只說這些事情 他呢 除了林老師 其實林老師 不是第一個這樣 被羅校長急召 即是病了到急召回來做事 回家後 他還說 他還給他說話 是啊 他就說 你不要常常裝個辛苦樣出來啊 不要想著其他人幫你做啊 嘩 這個真是 極品 我聽完覺得很生氣 你完全是一個沒有同理心 不單是這樣 不單是說話 去侮辱教職員 他重點是 公器私用的涉嫌 是啊 他會利用校工處理一些 與教學無關的事情 例如他自己扭傷腳的時候 要求校工要帶文件 買早餐 送到他家裡 嘩 真是當校工是他的奔妹人 對呀 菲庸 還要校工等到他完成了 完成了 搞定了文件 先走 嘩 他還有一件事 要命令那些教學助理 要用學校的資源 幫他拍個人證件照 這個真的值得說 有什麼理由 拍一張個人證件照 真是很便宜的 是啊 恭喜私用 就是 Anyway 你聽完之後 我不知道大家 怎樣想 羅苑儀是什麼人 所以有個綽號叫魔鬼校長 是啊 當然是有魔鬼校長 但是從這些事 你會看到那個人是一個什麼人呢 一個自大 很狂妄 而且他會很輕視他人 而且他是一個很度縮的人 即是他連這些錢 都要省 都要省 是的 而且呢 他還要洗到盡 洗到盡 即是 他一個人生病 他都不 他都要給說話 他都要侮辱他們 那你可以想到這個人 差的程度去到哪裡了 原來呢 我們看回 一些資料 原來牽涉到 羅的 羅校長的投訴 原來不止 東華和教育局說的那麼少 東華聲稱 有兩宗 教育局說只有一宗 但是呢 但是因為呢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 他是完全不會怕投訴 就是 你看到他說話裡面呢 他是 他似著自己 就是說 有 有高學歷 甚至乎可以 就是說 知道 用文件解釋就可以了 他可以 不需要怕投訴 即是熟悉的程序 是的 能夠對你玩的程序 他玩這件事情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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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敢投訴 就是 所以就是 他就是 他牽涉那種 他牽涉 對校長的投訴 一定是不知道那麼少的 是的 所以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歸功於我們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就獨家揭發了 羅苑儀 是基督徒來的 不如你說一下 他怎樣是基督徒的身份 好嗎 其實有幾個方法找的 第一就是有些人 在他校長的文章裡面 就是在學校的網站 找到他一句說話 他自稱是基督徒 他是哪個中派呢 我們就找到 原來 羅苑儀 至少有兩個facebook 是的 至少有兩個facebook 有一個就是 很詳細 寫了他在哪個學校任教 那些 就是個人履歷 另一個就是 也有他的樣子 但是沒有那麼詳細 而在這個facebook 那裡 終於就有些蛛絲馬跡 是的 我們在其中一個post 那裡 就找到他和他朋友 有些對話 不如說說一些對話 好 他的朋友就說 喂 為什麼你這麼久沒有來MEM 那裡練歌 於是 羅苑儀就回答他 是的 現在我就被人發配去邊疆了 要開發這個大西北 所以暫時都沒有時間去練歌 這是在說2015年的時間 2015年3月 對 2015年3月 為什麼他這樣說呢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 李東海小學是天水圍的 剛剛就是這個新界的西北 哦 是不是好像 真的被人發配了邊疆 要開發這個大西北 那麼MEM是什麼呢 然後我們就再找到 原來就是 這個重道衛里報道團 的簡稱地 哦 OK 然後我們再去這個 重道衛里報道團 的網站那裡 他們都有一些類似貴行的刊物 看到其中 同一年 說到2015年 有一篇的刊物 裡面就分享一個叫佛山的報道團 寫篇文的 是的 我們看到一個叫羅苑儀的 他就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 以愛還愛 嘩 真的要講一講 這篇文章 真的 不是 不是詩歌 不是詩歌 為什麼是篇文章 那我就讀一下 好 謝謝 活在現今香港 我深深感到人很容易被蒙蔽 人的思想也狠意被以色形態去鉗制 感謝主 我們仍有宋養自由 可以靠天父 無畏無懼 作為基督徒 我們更要把握 永生的應許和傳福音的大使命 努力與人分享愛與和平的福音 另外 因工作關係 因為我多了接觸內地小朋友 故近珍惜每個向他們傳福音的機會 因此 得知MEM 即是從道衛里報讀團 到佛山報道 我就報名參加了 真的 這些 真的 他所謂因為工作機會多了接觸內地小朋友 我們查到 因為他任 他現在做校長的李東海小學 因為裏面差不多接近八成都是那些所謂內地的跨境學童 因為天水為近深圳 所以他就因為工作機會多了接觸內地小朋友 他講得很珍惜每個和傳福音的機會 但是 在剛才我們讀過他的Facebook 和朋友的對話 他是埋怨的 他埋怨 去了這間學校 就好像被人發佩了邊疆 開發大西伯 就是擺明 擺明 在這個報道團的見證就寫得這麼美好 但實際上 在馬底 在一個很秘密的Facebook 和朋友聊天的時候 就在那裡埋怨 就是因為人不知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就是名副人前人後兩個樣子 好像還有一個成立堂會 好像崇拜的行程也有他的名字 沒錯 我們也是從道衛里 也是從道衛里的 馬安山堂 我們找到一些資料 我們發覺 他在2000年 2001年左右 就自立 即是成立這個堂會 在他首批的會友名單裡面 同樣看到有一個叫羅婉儀 而這個羅婉儀 也在教會裡面擔當很多的事奉 有時候在崇拜負責讀經 或者會做這個送圖的會友代表等等 嘩 真的 這個 我真的不明白 正如剛才哈里所說 他是一個人版 他是一個人前人後兩個人版 你看到他 他做出來的樣子是什麼 很基督徒 很基督徒 又是有見證 寫見證 又唱報道團 又唱歌 又說 又崇拜裡面 又是侍奉崗位 你有沒有想到 原來他知道 原來他知道 人後的樣子就是什麼 就是這樣對一些老師 這樣侮辱 這樣對一些 他對自己的同事 完全是 又公器私用 又去 又是當學校是他自己的王國 你沒有想到 原來他就是這樣的基督徒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人前後兩個人的最佳的例證 還有第二 我想說 東華三宇在15年和18年的時候 其實是收過兩次 由各家學校有匿名的老師投訴他 那他只用什麼呢 只用他呢 態度專橫 人事管理有問題 拍檯罵老師 甚至他做了一件事 他教那些新來的主任 就是什麼 拍檯罵人 教他怎樣拍檯罵其他同事 有霸氣罵他們 東華三宇都是要屌的 為什麼呢 他沒有認真跟進 因為他只是 他只是要求他給書面解釋 為什麼你要做這些事情 於是 這樣就過了骨 對於羅雲兒來說 羅雲兒就怎樣 打了一命 找一下文件解釋就搞定了 還有你們 沒有想著再去投訴 你看這個人是怎樣的 霸道專門都不是一年半載 是吧 15年就是這樣 但是你想一下 為什麼教會還要給他這麼多事奉功 為什麼呢 這個真的 很值得去想 問一下你 因為我知道你在大專院校那裡做事 你遇到那些校長 主任是不是這樣的 其實 又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嗎 幸好 不是這樣 如果是就 真是幸運了 還有第一批 你一批人是不是要屌 就是一個聯署 就是一班校長 教師和教育有新聞 對近日社會輿論及記者會的回應 分化及對立無助優法教育制度的聯署 這個聯署是什麼時候出的呢 就是慘劇之後的一個禮拜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哪一班的陷家產 在這個風頭火勢的時候 就發起一個這麼垃圾的聯署 我們不知道是誰的 因為發起人那裡寫什麼呢 他夠膽就寫了 沒有政治立場 只談教育的教育界僕人 這班人 狗賊 你看看 就是啊 不單止良心被人擔走了 還要做什麼 鬼鬼祟祟 床頭龍尾 不能知你全名 還要做什麼呢 不如我們抽幾段要討論一下 好啊 然而事件發生後的七天裡 已不再是一間學校裡所發生的事 而是演變成整個社會 聲討各個教育負責單位的不是 這實在是我們一眾滿懷理想 從事教育工作的人 此料不及和甚感心痛的 我先說了 有什麼二十幾個字都不加標準符號 如果你那群人真的教育的時候 沒理由寫編文寫得這麼差 最基本錯誤 我繼續下去 好 難道教育界就只有不稱職的教師和校長 大家披升大月地上班 披升大月地下班 捱得身體蓄無病 犧牲與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時間 難道就只是為求三餐一宿和玩弄辦公室政治嗎 我們都知道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身為校長 我們都希望能扮演好教育領導的角色 讓老師能有良好的工作環境 身為教師 我們都希望重責地教育下一代 好讓他們能為未來社會和人類福祉 作出貢獻 我想說這裡也是一些文法問題 一年兩句句子用了披升大月 通常詞語不會太貧乏 第一句用了披升大月 下一句可能用了披升大月 日以繼夜、日以繼日 我不知道這個是否一個教育工作者 真的不知道 很差 還有一段 坎為陷,我們並沒有看見社會上的教育團體 帶領我們向前走 反而看見的是一種聲討文化 怪罪文化 博取掌聲的文化 這聲文化造成教育界的對立和分化 最終得益的又會是誰呢 我們要博取掌聲怪罪 當然是說一下羅校長 竟然是做什麼 竟然是帶領什麼向前走 你羅校長做這樣的事情 你不去追討羅校長做過的事情 反而把這些聲音 歸咎什麼聲討文化、怪罪文化 博取掌聲文化 你們做的不是博取掌聲嗎 你們做的事情都是博取掌聲的 而且我很討厭他們抬頭說 一群沒有政治立場的人 我最討厭這句話 說到自己好像很中立 不會涉及政治 很清高 我最討厭這些事情 最討厭這些事情 而且說自己沒有政治立場 通常說這句話的人 就最有政治立場 我想說 對 只不過明知見到一些 教育界裡面一些不宜的事 譬如歷史教科需要掩盧的事 譬如可能是 學校裡面提一下港徒都不行的 大哥 你這些都是政治來的 怎麼可以說 什麼沒有政治立場 你現在面對宿班的問題 殺校的問題 搞到教師的工作量多了這麼多 這些都是政治層面的事情 你經營一間學校 你要跟教育局 或政府去打交道 這些都是政治來的 根本已經是 是啊 我想說 林老師自殺這件事 其實不是工作壓力 不要把焦點放在這裡 這個其實是由 校董會辦學團隊東話 教育局是集體失職 是三方面失職 制度的問題 大哥 你不是升土教育單位 不是升土教育局是誰 那升土是誰 難道升土林老師嗎 這個聯署 不會追究責任不止 還要講到自己怎樣 我們知道事實不是這樣 你既然講到自己 知道事實不是這樣 你講你的事實出來 是不是 不要在這裡假裝客觀 假裝持平 實質上做什麼 幫那個垃圾 垃圾扑街校就開脫 網上真的有些人 就說這個自殺的老師 本身自殺都有責任 他說樹立了一個壞的榜樣 你身為老師 自殺 那你的學生 看見不好的 這件事 就是這些 brain the victim 這些思維 就是這些人發起的 羅校長佔七成責任 自殺老師都要佔三成責任 哇 真的 不許說了 這樣 這些人 失敗一個人 當正家學校是他自己 這些人還要不當同事是人的校長 你已經做不到教育領導的角色 是不是 你做不到領導的角色 被人批評 被人攻擊 這些是你預讀了這些東西的 怎麼可以說成什麼 星土怪罪博中星的 大哥 你不要這樣瘋倒是非 其實不少人說這件事的時候 都是 從一個叫做 公眾壓力很大 覺得圖書館的主任 很多職責上面 不清楚 其實 教育界的議員 葉建源 都是這樣說的 都是從這樣的角度出發的 但原來 我們忽略了 就是什麼呢 整件事就是 沒有任何的制度 可以制衡到羅校長 這個 土皇帝 我形容 你想想 去到辦學團體東華三越的層面 他們都沒有這樣的權力 就是叫停職 或者叫他 可能他只是要他暫時放假 暫時放假 沒有叫他停職 只是因為他給書面解釋 沒有罰則 什麼都沒有 而教育局就是做什麼呢 因為 10幾年 04年的時候 就修改了教育的條例 將那些投訴 就扔回去一些法團校董會跟進 就給學校跟進 那這個就很嚴重 就是你法團校董會裡面 有些教師就代表 有些 那他們一定的實力很薄弱 他們就算 就算知道校長就是這麼混蛋 那你沒辦法 你權力不對等 是不是 所以就是 這個又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我看回資料 原來這個羅校長 就是原來得到 那個叫做行政掌公卓越教學獎 那又是小學校長 還做過副校長呢 在孫道會 陳元喜小學 好像是 陳元喜小學做副校長 孫道會的 是的 教會又有合唱團 又可以讀經 短孫 寫文 講建制 大佬香港教會 最喜歡這些 這樣的肌肉球 又要光環 又專業 又熱心事奉 以他的人脈 紛紛可以拘捕了大班 青事員的信徒 說幫教會增長 你不覺得這是教會悲哀來的嗎 這是另一件事 第三件事 教會都是這樣的 跟這些人一樣 說自己沒有政治立場 中立 但是呢 但是越說自己沒有政治立場 就是掩飾自己真正的立場 是的 所以呢 我在這裡呼籲 真的呼籲 報料給我們知道 哪個基督徒校長 老師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聯署 是有機會 會出街的時候 就會有巨名出街 好像有一兩個名字 現在都公開了 至少有一個校長的名字 是知道哪個學校的 是的 我們呼籲聽眾 報料給我們知道 如果哪個基督徒學校 校長 老師 哪個 哪個教育學校 夠膽 這樣簽這個教育 有心人 這麼懶惰 這麼懶惰的聯署 我們呢 門徒媒體一定大肆報道 招呼他們 招呼他們 對了 要招呼他們 最後沒有了 我們休息一下 第二節 還有其他話題 OK